中秋节前夕吉安乡人里村长范国昌 号召东海岸福伦社等六个单位 办理第九年的中秋送暖活动 今年共计发放275份的月饼礼盒 给人力东昌人和 仁安等四个村林中低收入加户 乡长游书甄也协同公所 社会客人员到场服务 一同祝福民众佳节快乐 吉安乡人里村长范国昌连续九年 举办中秋节送月饼关怀做事活动 今年度号召了东海岸福伦社等六个单位 发送了275盒的月饼 给人里东昌人和仁安等四个村林的 中低收入户家庭 今天是我们这个 今天是第九年 就是中秋佳节的爱心送暖活动 那我们我会持续的 持续的来对这个弱势家庭来做一个关怀 那今年第九年 然后这一次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这次发了四个村 人里东昌仁安人和的低收跟中低收这样子 那我下次希望能够再往更多村的来努力这样子 为了感谢范国昌村长用心串联社会资源关怀 弱势乡亲 简安校长游淑珍亲自到场办任的感谢状 谢谢我们人里村范国昌村长 牵起六个单位共同来 为我们中秋节前夕 炙上满满甜甜的幸福味 我们的月饼 让我们的家户可以得到了一个温馨 刚刚也看到我们九九重阳105岁的老大人 亲自的来这里 跟大家问候领取这份温暖跟温馨 我们相信乐活在极安 关心幸福 大家勇于来参与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跟社会的责任任务 这也再一度呈现 吉安乡的团结力 跟所有林长村长代表 一起给我们够够的幸福跟快乐 乡长游淑珍也和村长办国昌 还有代表江景文 共同发送月饼给民众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游淑珍表示 未来工部门会持续牺手林长村长 还有各界代表 以及热心的民众和团体 共够幸福有爱的吉安乡 借了一块吉安乡报道